《梦想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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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巴》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 说到开心的时候 任嘉伦忍不住又上场比划 似乎加上肢体动作 才能够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说到最后把我们的女主角都逗笑了 《玉焦记小说》是《九路飞香》的作品 在网络上点击量特别高 不管是男女主角的人设 还是风批顺的公主 都让人期待感满满 迪丽热巴绝对不是花瓶 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演绎了很多角色 用实力来登上一线女星的励志女性 前几日 迪丽热巴公诉精英开机 她饰演一番女主安妮 是一个接地气的公诉人 这也是央视认可的证据 现在网上放出迪丽热巴 和任嘉伦主演的《与君出相识》 也是在一次延续了热度 两人主演的《与君出相识》 不过是系列的第一部 《与恰似故人归》是上下部 跟任嘉伦之前演的周生如故 一生一世的形式很类似 众所周知 迪丽热巴并不是一夜成名 一夜爆火 而是有积淀的 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百炼成钢 才是她本来的面目 从《哥拉恋人》到《三生三世十丽桃花》 再到《你是我的荣耀》 热巴给我们贡献了许多经典角色 她的新剧即将来袭 光是路透 宣发就让人非常期待了 最后 你觉得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CP 能超越荣耀夫妇吗 真的超级期待这部电视剧